早前张博之曾携子来台寻访有人 并探访了荣总医院里一些罹患癌症的病童 没想到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就有小朋友因病症发作悄然离世 张博之于是再度来台 只希望能够亲手送上天使一程 博之很有心啊 前一阵子有一个小朋友苏维离开 昨天是他告别式 博之特别是来参加小朋友的告别式在台南 这纯粹就是很想要送他最后一程的 在和黑人小S 马可有范维奇等好友见面之后 张博之低调上车离去 并未接受任何采访 而小S则表示明天自己有录影无法陪伴博之 范维奇戴着大口罩也是一言未发 随便聊 还不错啊 聊得很开心 明天我要录影啊 拜拜